有三十幾名的烏克蘭孩童呢 昨天從俄羅斯以及克里米亞占領區 越過邊境返回到自己的國家 並且是在今天抵達了基輔和父母來團圓 緊緊郵報之下 這淚水還夾雜著笑臉 這群烏克蘭孩童呢 在戰爭期間遭到了俄羅斯強行帶走 幾乎不敢相信能再和父母親見面 那從開戰以來 就有超過一萬六千名的烏克蘭兒童 遭到俄羅斯綁架 這群孩童控訴 在俄羅斯受到像動物一般的對待 有時甚至被單獨監禁 還被告知說他們的父母不要他們了 不少意志堅強的母親 是不辭千里追到了俄羅斯來尋找骨肉 最後在人道組織的安排下 經歷了複雜的救援任務 才把這些烏克蘭孩童給帶回家